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今天的Easy谈生活 我想跟你分享一篇对我很有帮助的文章 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法兰克·鲍威尔 她时常在个人部落格里发表文章 分享很多的论点,让人津津乐道 那有一次呢,她发表的文章里面 提出了七个很重要的婚姻观念 那其中有三点哦 我觉得呢,是比较不常听到 却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提醒 今天的Easy谈生活 就让天天跟你分享一下吧 关于婚姻,世界不会告诉你的三件事 第一个呢,就是 婚姻并不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 哦,听到这个呢,可能你会觉得还蛮难接受的哦 可能无论对几岁的人来说 婚姻都让人蛮向往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结婚 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结婚 婚姻是美好也是神圣的 可是,婚姻不应当变成我们的压力 让处在社会年龄的朋友 把找伴侣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 好像没有找到伴侣呢 就对不起父母 担心会被贴上 你一定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你才会找不到结婚的对象 这样子的标签 以至于为了寻找伴侣 让自己身心俱疲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压力的话 希望你可以获得释放 如果你很渴望有婚姻 那么向上帝寻求 可以透过许多的管道 来认识伴侣 但如果你没有这份渴望 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因为无论结婚与否 上帝对我们都有完整的计划 只要活在恩典里 永远都不会真的感到孤单 所以有没有结婚 跟活出上帝的心意 并没有冲突哦 那第二个观念呢 就是另外一半 无法使我们的生命完整 有一个老师说 你找不到使你生命完整的另一半 却能够找到一个 常常夸奖你的另一半 因为呢 能够使我们生命完整的 只有上帝 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在很空虚 缺乏安全感 千万不要认为 找到另一半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常常听到很多的朋友 分享为什么想要结婚 为什么想要交男女朋友 是觉得生活好无聊哦 觉得自己很孤单 很寂寞 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陪在自己的身边 但是作家法兰克提醒我们 一定要清醒一点 要清醒 因为婚姻的路是崎岖不平的 我们的另一半不是完美的人 他不可能填补所有的细缝 那往往就是这些细缝呢 会让我们觉得很挫折 很有压力 或是很孤单 这个细缝只有上帝才能够填补 甚至呢 你的另一半 不但不会让你的生命完整 还会让你的生命更复杂 因为在实际婚姻的生活压力下 会显出一个人的不完美 伴侣会使我们的自私 还有那个本性表露无遗 让我们知道 要更加学习谦卑跟温柔 所以世界上啊 没有完美的人 只有靠着完美的上帝 不断改变的人 你说是吗 好 那么法兰克提出来的第三点 关于婚姻很重要 可是世界不会告诉我们的观念是 没有一百分的灵魂伴侣 也许你会说 哎哟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啦 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啊 所以这点我早就明白了 哦 真的是吗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跟我生气 他说跟老公上馆子吃饭 老公在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家点了一道虾仁炒饭 他回来后呢 看到虾仁炒饭就说 你怎么点这个呢 老公说 哦 我们两个一起吃啊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点白饭嘛 朋友就说 可是我已经跟你讲过啦 我不能吃虾仁啊 老公说 哦 是吗 我忘记了 朋友就有一点不高兴了 跟你结婚这么久 你有看过我吃过虾仁吗 而且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 我不能吃啊 难道你不担心我吃下去会过敏吗 老公马上说 好好好 下次不要点 不要生气 朋友就说 我没有生气啊 我只是觉得你没有在乎我啊 老公说 不过是一道虾仁炒饭嘛 我当然在乎你 朋友就说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你就会记得 我不能吃虾仁呢 哇 他们的对话 真的是在这个漩涡当中 那讲到这里呢 我真的不晓得 后来他们那顿饭 到底吃得怎么样 可能吃饭的气氛都没了吧 亲爱的朋友 我们虽然理性都知道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灵魂伴侣 但是啊 在我们的心眼里 却仍然希望 另一半是能够完全了解我们的 跟我们有绝佳的默契 不必多做解释 就可以看懂我们的眼神 听出我们的弦外之音 可是偏偏是与愿违 所以我们就觉得呢 不被了解 不被在乎而心里受伤 事实上 只有完全了解我们的上帝 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哦 千万不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找一个 在我们心里面投射的 那个完美对象 因为绝对找不到的 上帝要我们 跟不完美的人 在一起 以显出我们的不完美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生命 才会有所改变 跟有所突破 今天的一字一谈生活呢 和你分享的是 美国著名的作家 法兰克鲍威尔 他所提出来的 三点关于婚姻 非常重要 可是却不常听到的观念 不知道是不是对你 也是蛮好的提醒呢 也欢迎你跟天天分享 你听完这三个观念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想法 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爱在心底 平安就来临 爱永不止息 让生命变成奇迹 深深祝福 黑夜转眼要过去